Hello大家好我是Jason 今天咱们来测试MURA的全新Forge挖旗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MURA的外观电镀是有点不一样的 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的对比度更强 黑的部分更黑 亮的地方更亮 它们的更新换代也是比较慢 我感觉从上一代挖旗杆到现在好像有四五年以上 今年这款外观造型比较传统 MURA标志这有一个段子 中间有一道切槽 我感觉通常这样的设计是为了让它的重心更能往两边去分配 同时今年推出的这个挖旗杆它有两个底面 一个叫Y型底面 一个叫C型底面 相对来说外形的底面整个的部分是比较厚实的 但是在前面靠近干面的领先沿下面会有一个切下去的设计 所以据说外形的底面更适合从外向底往下比较多的这种切法 所以如果你的铁杆往下砸的比较多 右区比较多 外形底面更适合你 C型的底面相对来说是一个更多功能的底面 它的根部脂部消下去都比较多 包括底面的后沿这也有沿磨下去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更扫机更把球撩起来的感觉 C型底面应该会更好一点 所以外形底面的规格设计从46度到56度 而C型是从54开始到60 咱们今天拿到这两只都是56度来对比测试一下看看 同样56度打出来的数据会有什么区别 另外这两款在裸杆头的时候我们都测量了它的重心 两个杆头都是300克左右 重心高度一模一样都是22毫米属于中等 然后外形的底面相对来说重心更靠外侧一点点 C型的底面中心更靠内侧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打击点靠外一点的人 可能外形的手感会好一点 打击点容易靠内一点的人 可能C型手感会好一点点 同时他们两个的反弹角 外形是14 C型是12 咱们先都来切一个12码左右的距离 切法是稍微多短一点 中心靠前一点 可能往下稍微多砸一点的感觉 落点可能5码左右 进去 地量有点太大了 我应该起码多了 对 起码 这颗切得很甜 手感很柔和 Mura的切杆也好 铁杆也好 都是一种很粘稠的感觉 很舒适 这么柔 进去 终于进了 稍微打深了一点点 这个可能实际上在真草上 这颗球效果不会太好 这颗很干净 咱们现在来试一下C的底面 我感觉这个明显起的弹道 稍微更高那么一点点 我也有可能是加力了 这滚的稍微多了一点 还是落个骨码 揉短了一点 可能是因为C的重心更靠里一点 这个就感觉跟外形的不太一样 外形的感觉在这种切法下会更粘球 这个会更脆一点点 就像刚刚这个声音效果很好 但这个声音听起来就是更清脆的 但这个声音也是比较脆 球我觉得明显出来更高一点点 往下去 这个切着了 再去 切进两个 感觉球更柔一点点 最后一个 看一下这些数据的对比 干头速度16.8平均和16.6平均 基本上一模一样 效率1.04和1.01 外的要稍微更高一点 我击到球的时候 动态干面脚外要稍微更低一点 44.5比45.4差了一度 这个应该是我动作造成的 同时C的底面 我干面还稍微更开了一点点 最终的球速Y要稍微更快一点点 放四角大的那个 球速快一点点 球更冲一点 起飞角28.8 28.6 基本上一模一样 倒选2200和2300 C的要稍微更高一点 所以在这个距离上来说 他们两个的表现几乎完全没有区别 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 Y的弹道高度要稍微更低一点点 C型的底面给我感觉 球出来更柔一点点 咱们再来切一个50码范围的对比 还是先来Y型的 50码咱们来用同一颗球 避免球的不同造成的差别 好停 刹车绝对很好 停在50码准 这五颗都挺漂亮的 简单来换Z型的 我感觉它出去的更高 然后它好像球更柔一点 这颗球跟刚才那个外形的一模一样 打伸了1.2 这个要真草伤可能就会有点厚 来看一下数据 杆头速度51.1比51.4 基本一模一样 效率0.99一模一样 用藤干面角50的外稍微低1.0.4度 干面开扣50的外 我好像干面稍微开的多一点点 球速几乎一模一样 50.7 50.8 起飞角 外的要稍微高一点 30.3 30.1 倒旋几乎一模一样 7,240 7,260 落点和距离4749 几乎也是一模一样 所以从数据上能看到 它们两个实际上的数据差别非常之小 但是这个有个前提是在室内的干燥的打击垫的环境 如果在真草上 它们两个可能是会有些区别的 所以如果你买了外形 建议你更多一点的往下去砸 不用那么担心打厚 因为它的领先研的这一道设计能够帮助你 如果你买了C型 建议你稍微平扫一点 不要过多的往下去砸 同时你可以开一点干面 扣一点干面 相对来说 它硬度的环境会稍微多一点点 外形的并不是不能开干面 但是如果地比较硬 槽比较薄 就不要开太多的干面 还有就是如果你有两到三只砸起干 你不一定要用同样的底面 你可以用一个组合 比如说50到52度就是这个外形的 56到60就可以考虑这个C型的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因为我向下去砸的比较多 我会倾向于50和56用这个外形 60度用这个C型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测试的MiraForge砸起干 我们下期再见